大家好,我是Luc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有人问我,数据科学家是干什么的? 那今天我就带你们小小的熬悠一下数据科学这个领域吧 如果你是第一次观看 我目前在美国一家大银行做数据科学家 来美国之前在中国读金融硕士 来美国之后有获得应用数学博士学位 计算机是我的复修专业 所有这些背景和经历 帮助我进入数据科学领域打下了基础 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个职业的 哈佛商业评论曾评价 数据科学家是21世纪最性感的职业 那为什么说数据科学家这个职业性感呢? 今天这期视频将会让 还不是很了解数据科学领域的你们 可以有个大致的了解 我们现在开始吧 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 每个人每天产生的数据越来越多 我们已经进入了大数据时代 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大数据 可以去搜一下这个视频 对企业来说 分析大数据的目的就是 可以预测市场趋势和客户偏好 帮助企业做出正确的商业决策 和推出更好的产品 从而实现最大化目标 数据科学家就是从事这些 大数据分析工作的一部分人 今天我们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 来了解数据科学家这个职业 数据科学家的角色和职责 需要具备的基本技能 企业界跟学数据科学家的区别 数据科学家的薪水 职业前景掌握 最后会推荐几个很受欢迎的 免费学习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的网站 那么现在开始一个一个来介绍 第一 数据科学家的角色和职责 随着科技的发展 每天每时每刻都有大量数据 被产生和存储下来 如何理解这些大量不同的数据 并且把这些数据变成有价值的信息 被人类所利用 从而帮助我们做出更明智的趋势预测 和商业决策 数据科学家就承担着这样的一部分职责 数据科学顾名思义 是指和数据相关的科学研究 简单的来说 数据科学家的工作内容 以建造模型为主 通过挖掘数据 处理数据和分析数据 来解决商业中的实际问题 不同的行业需要实现的目标有所不同 比如说 在金融行业 数据科学家们通过建立模型 分析大数据 来预测潜在的各种风险 包括贷款风险和投资风险等等 在其他的企业界 像Uber叫车的ETA 预测到达时间和各种定价系统 还有流媒体服务上的推荐系统 例如 Spotify Netflix TikTok 抖音等各种平台 都是运用数据科学技术 和日常积累的数据 来预测用户的喜好 预测用户下一步 想要观看的内容 或者想要购买的产品等等 全球几乎所有企业和机构 都需要数据科学 再多举几个例子吧 为汽车经销商工作的数据科学家们 可能专门从事客户 或营销分析 为该公司带来更好的销售预测 另外 一些在大型零售连锁店工作的数据科学家们 可能专注于预测其产品的价格范围 以保持该连锁店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在国防部工作的数据科学家们 专门分析威胁级别 还有一些则专门帮助小型出创企业 寻找和留住客户 第二 数据科学家需要具备的基本技能 数据科学是一门交叉的学科 它涉及到很多的领域 包括统计学 数学 计算机科学 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 数据库 模式识别 可视化技术等多学科的知识 但是这并不代表说 要跨入数据科学这个领域 必须要求已经具备了所有上面那些技能 才能应变到数据科学家的职位 这个不是绝对的 有些技能是允许在工作当中现学现用 但是数据科学家要求具备的核心技能就是 一定要有数学统计知识和计算机编程能力 计算机编程能力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技能 在金融行业 数据分析领域常用的技能包括 SEQUEL SASS R PYDON EXCEL TABLO 或者POWERBI等等 最近几年 SASS正在被PYDON所替代 那么为什么开始从SASS转到PYDON呢? 首先SASS成本比较高 PYDON是完全免费使用的 而且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领域 PYDON更加有优势 因为它有丰富的 功能强大的机器学习库 例如PANDAS Numpy Mapplotlib Scikit-learn TensorFlow MLTK等等 它几乎可以用来做我们想做的 任何统计操作和模型构建 所以PYDON正在日益成为首选数据科学编程语言 除了以上提到的那些基本技能 数据科学家这个职位对学历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根据KDNUKETS的数据 至少88%的数据科学家拥有硕士学位 46%拥有博士学位 那为什么对学历要求这么高呢? 因为大多数的数据科学任务 具体体现为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 或者深度学习建模 这些都是极具挑战性的 数据科学家职位 对技能在深度与广度层面的要求比较高 所以企业认为 高学历的应聘者 自学能力和技术能力更为出众 在学术界 科学家们或者教授们自己写项目申请经费 来做一些科学研究 发表论文 有些还要教授课程 指导学生 学术界的科学家们 可以自由选择跟随合作项目 自由选择课题 时间安排上更加灵活 可以自由灵活 安排项目进度 但是学术界更加关注科学研究和发现理论 许多研究是为了学习而进行的 相比之下 企业界的科学家更关注于应用研究 研究人员都是朝着一个以公司业务为中心的共同目标努力 通过开发实现公司目标的项目 支持公司的业务发展 帮助公司利益最大化 做项目的时间安排和截止日期 不像学术界科学家那样可以自主安排 在工作时间上一般是标准的 朝九晚五的 一周工作五天的工作制度 下班后回到家就不需要再去思考工作的事情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更喜欢企业界 企业界还有一个好处是 自己不需要担心经费的申请 所需要的设备和各种资源都是由公司提供 只要专注做研究就好 这些就是企业界跟学术界之间的一些区别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数据科学家的薪水情况 如果去网上搜索的话 我们会发现 不同的网站给出的信息范围不但一样 但是还算比较接近 我有去Glassdoor玻璃门网站上搜索过 Glassdoor是美国的一家做企业点评与职业搜索的网站 在这个网站上可匿名点评公司 包括其工资待遇 职丑环境 面试问题等信息 这个网站在2021年12月份 有总结过数据科学家的平均年薪 大概范围是在10万4千美金到16万1千美金之间 但个人年薪是有可能低于或者高于这个范围 当然具体的年薪跟个人的学历背景 工作经验 所在的地域或者公司的不同也会有所差别 除此以外 额外的奖金范围一般是税前1到2万美金之间 第五 数据科学家的职业前景展望 Career Outlook 还是上面提到的那家有名的职场公司Glasdor 它根据基本工资中位数 活跃职位空缺数量和员工满意度 连续5年将数据科学家列为美国十大最佳工作之一 此外 从初创公司到财富500强 再到政府机构 他们都看到了利用大数据的价值 早在2009年 谷歌首席经济学家哈尔·瓦里安 Hell Berrien就谈到了对数据科学家的要求 他说 这些获取数据的能力 包括能够理解数据 处理数据 并从中提取价值 让数据可视化 学会如何交流数据等等 这将是未来十几年非常重要的技能 这一预测被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 美国劳工统计局对此表示赞同 并引出到2028年 所有计算机和信息研究科学家的就业率 预计将增长16% 这一增长速度超过了许多其他职业 然而数据科学家相对稀缺 这意味着现在是提升技能 和进入该领域的好时机 如果你们对这一行业感兴趣的话 我给你们推荐几个全球很火的 并且免费使用的 学习数据科学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顶级网站 你们不需要做笔记 链接会放在下方的描述栏里 第一个网站是叫DataCamp 它的课程比较简单容易学习 对初学者来说是个很好的学习网站 但是对于具有丰富的 Python和R编程经验的人来说 这些课程可能太基础 那就可以跳到下面要介绍的这几个网站 第二个是Analytics Media 这个网站为做数据分析和数据科学的人 提供了一个很全面的知识平台 除了一些Bootcamp训练营料收费 大部分都是免费课程 几乎可以满足数据科学专业领域的所有知识和职业需求 拿机器学习话题来举个例子 这是一门面向初学者提供的免费的在线入门课程 可以学习机器学习的基础知识 它涵盖了数据科学的Python 统计知识和探索性数据分析EDA 这门课程还会介绍几种机器学习的算法 然后用Python中的机器学习概念来做案例研究分析 如果你每个星期投入8到10个小时学习 你可以在6到8个星期之内完成整个课程 学完后你会对数据科学机器学习有个深入的了解 第三个网站是叫Kaggle Kaggle也是数据科学领域非常受欢迎的一个网站 它是Google的一个子公司成立于2010年 是一个由数据科学家和机器学习工程师组成的在线社区 以竞赛和数据集闻名 详细的来说 Kaggle网站拥有大量的社区发布的公开数据集和代码 供用户免费使用 发布的数据集类型各种各样 比如新冠疫情数据 学生的考试成绩 受欢迎的电影 失业情况 世界人口数据等等等等 除了可以在线使用这些数据 也可以让用户免费下载到个人电脑上使用 你也可以在Kaggle上使用他自己的notebook来编写代码 再加上他提供了免费的GPU 可以让用户在Kaggle上编写代码来探索和构建模型 与其他数据科学家和机器学习工程师一起合作 并且参加建国竞赛 以解决数据科学的挑战难题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技能和天赋 可以试试参加上面的好多竞赛 除了上面三个有名的网站 还有其他的常用的网站包括 KD Nuggets Udesti Udemy等等 此外 如果你想学习Python编程 但是不想下载任何软件的话 Colab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免费平台 在这里你不需要下载任何软件 可以直接在上面写Python代码 写好的代码会自动保存在Google Drive里面 这样的话就不需要担心代码会丢 链接也会放在下方的描述栏里面 最后我们来做一个大总结吧 性感的数据科学家与迷人的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和大数据打交道 让这个神奇的数据科学领域变得更加有魅力 从而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精彩和美好 听到这里 你们有没有对这个21世纪最性感的职业有所心动呢 如果有的话赶紧学起来吧 好了以上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希望你会订阅关注 再次感谢你们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